今天来到广汽新能源店不是来探电 也不是来看优惠的 是来看它的软实力 有没有发现呢 很多新能源电动车的品牌呢 其实做车硬件方面呢 我说真 我体验这么多差距并不大的 人家连个变速箱都没有 做一下匹配都难 唯一可以做差距呢 就是里面的很多车机啊 智能啊 自动驾驶的系统啊 万物皆可OTA啊 悬挂都能OTA 但现在最新呢 广汽新能说 它最新这一年更新了自动驾驶3.0的系统啊 就让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的ION LX的自动驾驶 说真 一听觉得兴趣不大 自动驾驶就让它自己开嘛 有什么特别呢 它还说 有些不同的它的方案 它的方案是用我国的北岛卫星系统 再加上百度的高精地图测量方案 就不是传统的用个摄像头这样去啊 看到路况就做反馈那种的 有预判的 就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怎么样的 高速上面我就专心体验这个自动驾驶的感受 魁来才一次说这个体验 首先我觉得管器这个自动驾驶3.0的系统啊 要使用它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第一就是你一定要网络 就我们有一台试驾车跟着就网络可能差一点了 那个激活就比较慢一点 不是第一下就成功了 就可能要网络来 连接到这个地图的信息啊 因为它要根据这个高精地图 知道前面的路况呢 转弯的弯率啊 什么高低地形它来控制车速的 不是说你设一个 八九十公里 它就一直这样走的 它会根据这种转弯呢 会自动去控制一下速度 另外就是它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呢 仅限在高速或者程式快速路上面去用 你就算是走一些插道啊 在收费帐进来啊 也不能激活的 一定要进到那个高速里面 它显示有个绿灯 你才能激活这个3.0的驾驶 那我相信你一定会问 那跟我们现在一种会保持车道的2.5自动驾驶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际上 我觉得现在区别并不大的 顶多就可以让你放开方向盘 开的轻松一点 不用整天去拿着方向盘那么紧张 但是你说要变道 你说要啊什么出哪个路口呢 都不能帮你去进行的 一定要你手动去操作 不过这也不是代表说永远都不行了 它说未来应该今年年底就开始那种测亏的路况更多 它的试验的里程更多了 就可以慢慢去开放 让这个车自己去出这个另外一条高速啊 出路口的这种功能 慢慢都可以开放给你 不当然呢 遇到这种自动驾驶 可能会有人问 我现在我们的路况允许自动驾驶吗 安全吗 有些人啊 开开着睡觉了 或者有些人去玩的人坐到后面那种什么办呢 其实这个呢 有很多一种安全的方案 首先它第一个方案就是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一个可以检测你的眼睛的 如果你是不是往前看的 我是玩手机的 甚至闭上眼睛睡觉的 它会马上提醒你的 而且提醒的比较明显一点 说什么主人赶紧接管你的车辆吧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知道你们呢 有些人呢 在淘宝上面呢 买了个什么重力款呢 套着那个方向盘里面 然后欺骗那个自动驾驶以为你拿着方向盘 然后你松开手 而这个我跟你说 不行的 它不是靠这种重力去拉一拉 看你手没有拉 你没有拿着方向盘 而是靠这种接触式的 就你手摸着这里 它已经知道啊 你拿着方向盘的 不用一定要动一动 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要用这套自动驾驶 需要我加多少钱去加装 或什么配置才有呢 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两驱版的LX加25800 就能选装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整个选装包都有了 而至于V呢 暂时还是没有的 要迟一点才会更新上去 其实我问这25800 是硬件还是软件还是全包呢 因为我们小盆上面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又要先买硬件 然后再买软件要买两次 他们说没有那么复杂 他们买一次就可以了 25800已经能享受所有的3.0自动驾驶的感受 而且现在说起来好像 并没有说很厉害 差距很大 但未来 他会增加很多的功能进去 你要买的可能是一种未来的体验 反正人家 起码都偷偷更新了这个3.0的系统 我们那个小盆付出了 起码多 两到四万的价钱 现在什么都没有 连ACC都没有 而至于这种自动驾驶功能 有没有用呢 说真 如果你没有体验过 你会觉得他 没有用 夸理胡销的 有没有都可以 但是只要你用过他 你会觉得 不能回头 就像驴仔一样 所以我建议大家没事 千万别试 试了就不能回头了